给白羊座的十四句心里话,希望羊羊们能用心看,一人来天长地久只是误会异常,二白羊座的温柔只会给最爱的人,对一般人不假事,怕招惹是非,怕产生暧昧,怕让人误会,怕产生不必要的麻烦。 三当白羊座对你不感兴趣的时候,你的热情只会让他们觉得不知如何面对,不知如何回报,于是会落荒而逃,觉得只有用冷漠,才能拒绝不爱的人。 四白羊座不喜欢拖泥带水,言行决定干脆利落,表面上摆出一副是死不吃回头草的架势,但是,此时他们的内心是最脆弱的。 五白羊充满着梦想,是不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,爱得单纯,热烈,奔放而直接,只要心动了,便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,追寻着那份不一样的浪漫情缘。 六白羊座在人堆里特立独行,横冲直撞其实是为了引起周围人的注意,其大部分的白羊座总喜欢四处乱跑,但是仅止五五分钟热度。 他们一旦显摄之后便全然崩溃,把他们从来没有说过重要的话,更不曾领受别人的话,绝对不要信任他们或仰拉他们。 他们永远是在压力一低一个气的家伙。 就白羊座喜爱之配弱小,而且受到任何其形式的智慧的威胁。 白羊座有超大号的自我,他们从来不考虑别人只考虑自己,是在他们粉饰的面具之下,去大量的拐弯抹角,不安和犹豫不决。 白羊座不惜做出鉴定事情,以保证没有其他人掌控。 十一乐观的白羊座,在南国的时候是出其的安静,自己疗伤,自己恢复,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试图遗忘悲伤。 受伤的白羊总是会做出一些看似正常实则不同于以往的事情。 十二羊儿在正常情况说出的话就一定是真的,请相信他们。 十三八羊虽然能量充足,喜欢冲锋陷阵,但并不期待事情顺利,随时迎接半途的新问题出现,他们没有耐心等待,一整件事情顺利无差的进行完毕。 十四,白羊座前一时的期待着大击,大型战争,受伤流血,人格沉默在人群中淹没窒息的感觉,英雄式的壮业与牺牲,这是最无私之时,被陷害的。 在这些挫折中,帮流露最真切的血肉生命感,羊羊们表面总是比较强势,使得内心柔软,每一只羊心里面都住着一个纯粹的小孩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